烤盘上饼皮酥脆 塞满抹茶 奶油和粉圆内馅的车轮饼 令人垂涎三尺 老板娘陈氏邱恒曾来台求学 因为喜爱台湾的车轮饼 于是带回越南创业 并将车轮饼巧妙改名为台湾幽浮烤饼 一位名字特别 反倒吸引客人一探究竟 很好奇啊 大家都觉得很好奇 为什么这个EFO点是什么 台湾的EFO是什么 然后这里会有很多人来看 好奇来看来买 在台湾车轮饼的大众口味是 红豆及奶油 但陈氏邱恒为了迎合越南人的味 推出了15种口味 除了奶油抹茶经典馅料外 陈氏邱恒还陆续研发了 柠檬辣鸡等富有越南风味的车轮饼 每个售价相当于新台币12到25元 颇受越南民众喜爱 生意好的时候 一天可以卖上400到500个 因为这个饼里面可以变化 然后也可以加越南的口味 比较就是越南人会习惯的 甜的口味 卖最好是三个口味 是奶油抹茶巧克力 奶油抹茶巧克力 吃起司 林士秋衡在台期间曾于泰国餐厅打工 他说从老板身上获益良多 不只学会了专业餐饮知识 更学到了如何与客人和员工互相关怀 自己创业至今 常与客人寒暄 也很照顾店内的工读生 中央社记者陈嘉伦河内报道